放方向 男子一手拿着剪刀 一手扭住店员的脖子 就在商店的柜台内 另一边远警拿着盾牌 试着想和嫌犯沟通 不过他却大声咆哮 你先放开他啦 你先 你先 这起侠持案件发生在 11号凌晨4点多 国大一号西螺休息站内 在警方不断的劝说下 男子总算放开手中的女店员 并且把剪刀丢在地上 远警们虽今冲上去 将男子给制服 并且把他上铐 33岁才姓男子 从台中南下要到屏东 向服务人员求助 资人被跟踪 要帮忙报警 觉得等太久了 误以为没有人理他 休息站保全也被质疑 是否在女店员被挟持 危险时都没有任何制止的动作 在这边现场的部分 在stand by 就是说看他有没有更其他 比较激烈的一个自己工作 那发现他有进去之后 他马上也有去通报 我们北站的部分的 大业人员 然后也有通报 北站的保全人员 事发当下也好在 这名女店员冷静看待 没有激怒到蔡新男子 下车案件没有人人受伤 休息站大业值班的安全性 以及人力也受到讨论 3D新闻云林彰化 综合报道